不但损害大学生的尊严 也而且进一步产生骨牌效应 在就业市场之中 那些具有副学系 高级文凭 中期中午的学生 你把他们推到一个不利的位置 政府推波助澜 压低工资 可谓荒谬之急 实习计划 也在玩弄项内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 如果四圈严重可以聘请大学生 那么最低工资立法进行质询的时候 岂不是进一步降低工资的水平 特区政府这种做法 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 是用心可诛啊 第五宗罪 歧视罪 政府疯狂加淹税百分之五十 立即造成阶级歧视 借打造红酒中心为名 去年的预算案全面扩免红酒税 令到富豪高官可以肆意品红 大家都知道抽烟跟喝酒 对身体都是有害 政府为什么厚酒搏烟 醉酒驾驶杀人 我们的政府却不会说为了碍失市民生命 去加酒税 这种双重标准何其不堪 第六宗罪 虐待罪 虐待老人家 长者院舍数位严重不足 过去五年已经有七千六百三十八人 在伦后护养院数位的时候死亡 现在仍然有一万八千 及六千四百位长者分别伦后护理安老院 及护养院的数位 伦后时间分别为三年到四年不等 可怜的香港老人 等到死也等不到一个安生之地 讲到老人家等死 令我不禁想起1983年一部日本电影 叫游山解考 说的是贫穷农村的老人 要被儿女背上荒山 然后留在山上饿死或者冷死 想不到电影中的悲情 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是天天上瘾 长者为香港贡献一生 不但未能分享繁荣的成果 更因政策的僵化保守 高官的麻木不仁 未能有尊严的安享晚年 七千多位长者未轮到数位已经深固 这是特区政府支持 是香港人支持 第七宗罪 是吝啬罪 政府去年在交通资源方面 让屯门北区离岛元朗四区受惠 为什么今年不扩大到十八区 还有一些贫穷的小学生要上网 政府为什么不支出他们的上网费 第八宗罪是冷血罪 在金融海灶冲击之下 香港的失业率已经到百分之五 去年有四万三千家公司倒闭 比零七年多了百分之十四 我们曾经要求市长设立失业援助金 可是他无动欲冲 第九宗罪是守财罪 社民人要求政府向香港居民发放港币五千人现金 金额大概是三百亿港元 这一批款上只占政府总储备百分之二 但是可以达到很多种效果 澳门两度派现金 台湾也发消费券 日本泰国也有类似的措施 可是我们的特区政府 在这个百年一遇的大灾难当前 一点事情都不干 财政司司长在预算案的末段 引用一位德国神学家的话 已是要为下一代下一代的人负责 德国神学家 不论是成组织暗杀其他的潘富华 或者反对教会向国家投诚的巴赫 批判纳税德国的铁勒科 这些人都是诚实面对人民的处境 不会因为僵化的教条 虚假的说辞 善不假希望 明明是无视百万穷人死活的财政预算案 反而切齿狡辩 所谓年轻人着想 这个假先知的行为 希望曾俊华先生 不要滥用神学家之名 去为这份垃圾的政策去辩护 侮辱神学家 现在已经是为己存亡之秋 你们这一群高薪厚禄的佣官 你们真的很不该啊 你们对我们干了不该的事情 让我们都变成不该 曾孕权 你不该 曾俊华 你不该 特区政府 你们都很不该 就是说香港高薪养年 事实摆在眼前 这是高薪养佣 佣才的佣 佣官的佣 纳税人花了一大笔冤枉钱 竟然养了一大批佣官 所谓不贤者而高居位 是拨其恶欲众也 香港人何辜啊 要受你们这种罪 曾俊华 你不但是佣官 你还是一个大贪官 曾俊华 你是一个大贪官 你贪的也许不是钱 你贪的是身在权位的安逸 你贪图安逸 不肯在这个危急关头 对香港人做出应有的承担 你真是太不该了 曾俊华 你真是太不该了 谢谢主席